今日头条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耳科昭医生 现在您看到的视频是我用耳内镜对外耳道疾病进行处理的过程 今天这个软件出了点问题,这个片头没加上 回头再弄吧,咱们属于上来直接就是正片 今天的两例都是外耳道里的叮咛顺色 开厂的这个,大家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标准的牛肉干级别,质地是牛肉干 形状呢,经过它自己的棉签长期加工 加工成一个窝头形状,外耳道里完全堵死 中间一个坑,底儿呢,是窝头的那个尖 对于成年人来说,取出的过程当中 轻微的有一些耳朵的这个疼痛啊,可以忍受 这个要是小孩砍成这种硬度,那就没办法这么强心弄啊 这个,窝头吧啊,窝头 哈哈,而且是干了的窝头啊 堵的有年头了,它很久以前就知道,但是一直也没弄啊,怕疼 这次终于把它这个存货啊,给彻底的清理掉了啊 好啊,这个骨膜已经完全显露出来了 牛肉干,窝头啊 第二个病例呢啊 外耳道窄,就没有第一个看起来那么清楚啊 我之所以把它俩放一块,就可以看出这个质地差别很大 呃,外观颜色上好像都差不多啊 都是发褐色的这种啊,松褐色的 但是呢,这个明显质地就要松软很多啊 以前老说的,说这个没办法,因为这东西只能拿食物来说 实在平常接触的东西啊,跟它相近的都不多 你说是莲蓉也好,说是枣泥也好啊,就是这种质地 勾汁吧,一勾,就滑出来了 因为吸引器啊,还做不动,吸引器中心负压没有那么大的劲儿啊 它那个硬度正好在吸引器和负压和勾汁操作的之间啊 如果比较硬,像刚才那个,像刚才那个窝头啊 勾汁上去,咔嚓一下就出来了 但是呢,如果说比较稀啊 有一些,像经过第二季浸泡啊 那也是,敷压性器 就像河豆浆一样啊,踢得出路的就都带走了 大家正好在两者中间 说硬不硬啊,说软不软,这种是比较讨厌的 呃,这不是开车啊,这不是开车 这咱们就是说事啊,老司机在评论的时候不要胡说八道的啊 一会儿,但是我的号再被封掉,你们可就没得看啊 这个硬度啊,这介于勾汁和吸引器之间啊 所以用勾汁是比较头疼啊,勾不住,你看一勾它就 就像你拿一个筷子啊,去这个挑这个边容或者是造泥馅的馅饼 啊对不对,月饼那边 现在离中秋节还远啊,大家不会吃月饼啊 所以我就随便说了啊 不过离端午节好像很近了,端午节的那个豆沙其实也是这种啊 嗯,无所谓,无所谓,我心胸宽广啊 毫无压力啊 其实咱们老粉丝啊,看的多了,对这种也就会心一笑啊 不至于,可能刚开始这个最早,刚刚开始看视频的朋友啊 如果你手里正好拿着一个豆沙馅的粽子啊 可能会有点啊,想法 看这个勾汁就是不行,勾不住啊,一勾就碎了 当然我要图省事儿,让他回去点药去吧 啊,回去泡三天 呃,那会很不舒服啊 这东西膨胀以后呼的里边 他现在就已经堵得很不舒服了 左边就觉得很闷啊 听声音就发飘发远 能听见啊,这种东西不会说是堵得完全听不见啊 达不到那种效果 先用勾枝儿清理外围啊 里边,哎,没办法啊,吸不动 这时候我换一个 换一个其他的 坐不住,这个费压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可以稍微的清掉 现在可能也就突进了三分之一不到 换以前不太常用的一个 面神经的玻璃籽 这个面宽一点,勾汁儿比较细嘛 从里头往外一套那个东西就出了 这个接触面宽啊,相对能够兜出的东西多了 哦,出了一个 块比较大的啊 里头还有一半 这边的 有个人的 比较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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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的,哎 一点点用这个费压性器去把它带出来 这个人也是堵了好几年了 他在两三年以前就知道 每年体检的时候,医生都跟他说 你得去清理了 他老是觉得不是什么大事 结果有一次自己戴耳机听歌还是听什么 突然就觉得有一侧明显的非常小的害怕了 比较粘稠啊 如果随便可以拿那个吸管去吸一下那个豆筛馅的那个粽子里边那个 就能知道现在这个是什么感觉了 感觉还都有点发白的这种狡猾物啊 这已经有点接近快到胆脂瘤内 这个病例如果堵的时间再长一点 后续会不会发展成瓦尔道胆脂瘤啊 未尝可止 露出这种白色的这个东西了啊 对 身上的这个白色狡猾屋,质地稍微要硬一点啊 看看勾枝能不能起到作用 所以我一般不太让叮咛酸色去低药就是这个问题啊 点完了以后硬不硬,软不软的操作起来很头疼 如果有的人彻底能跑好也行 但是真要泡成直接能被吸出来的不太容易啊 说实话如果能被泡成那种吸摊那样的 不用泡我直接都能拿出来 越是泡不好的可以 越是可以用勾枝去取 前面第一例那个窝头那个就是在 别的医院也是按照这个普通叮咛按他点药 然后腰水一进去就胀子难受 就没敢再点 好,最后这块被勾枝给K出来了 真是有点像接近于胆质流的一个造型了 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收看,咱们周四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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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